觀眾朋友呢 現在河歡山武嶺呢 已經是入夜了 可以看到旁邊已經是烏西貓黑一片了 不過現在呢是晚餐時間 這裡呢還是有很多要等待追學的民眾呢 他們要過夜要車速的 已經開始在準備晚餐了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一下呢 那今天晚餐要吃一點什麼呢 會比較可以保暖一些身體呢 吃一些粥 然後就是帶一些牛肉湯啊 加一些飯就可以變成牛肉粥了 我看你們今天好像也是準備了很多器 有些設備啊 有些食材 在這邊就是不能明火嘛 我們就是用煮的 用電器用煮的 像剛剛好像也有煮了一些牛腩粥 對不對 對呀 沒有就簡便方便 像這種粥類的也可以比較保暖 對呀對呀 就是吃一些比較熱熱身 現在開始準備要煮什麼 對呀就是有要吃泡麵的泡麵 還有要吃粥的可以吃粥 還有一些小菜 對呀對呀 那開始就是度過今天晚上這個漫漫長夜 對不對 對呀對呀 因為距離可能要向雪 可能還要有一段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等待啊 等待就是看到美好的雪景 而且我看現在武嶺停車場有沒有 一片荒野這樣 好像就是 孤野中 好像就是只有大概一兩排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又可能沒有帶那個吃的食物熱食 所以今天有可能 有可能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第一場雪 希望 希望大家都可以 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準備一些就是粥啊 還是泡麵啊 對呀 有熱 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喝的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共享一下 對呀 共享一下 暖暖身體呢 當然準備呢 這個晚上漫漫長夜 還要長期抗戰 因為現在呢 大概也是晚上的六點多 可能之後呢晚一點 在今天呢 二十一號呢 要接近二十二號凌晨的時候 入夜呢 有可能才是比較有機會 降雪的時間 而我們也會持續呢 為你掌握這裡的最新星星 沙漫了 二號凌晨 還有一號凌晨